一个人的寂寞 两个人的错 爱疼为何还要选择我 注定没结果 还需下的沉默 让我深深陷入感情沉默 一个人的寂寞 两个人的错 分手虽然是我先来说 有奈何多的过 心痛的折磨 这么多年生活改变却依然难过 四十岁风韵犹存的沈沈 在家里种了一大片萝卜 侄子趁叔叔不在家就去帮忙 这一来二去两人真就拔起了萝卜 正当沈沈准备与侄子秘密组成新的家庭时 这个沈沈却离奇地死在了村里的水井里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今天的案件一波三折 不看到最后 你绝对猜不到真相 2014年10月 云南宣威某村的柿子 接得特别好 正应了那句话 人也美来 是野田 村民们将柿子像灯笼一样串起来亮晨 但袁宗讲的可不是舌尖上的美味 袁宗讲的是水井里的尸体 话说 10月14日早上9点 村里薛大妈像往常一样到山上摘柿子 路过一个水井 扑鼻的尸臭味驱使薛大妈上前趴着看 这不看不知道 一看就知道 井里黑压压的尸体吓得薛大妈的手机自动报了井 警方闪现赶到报案现场进行勘查 原来这是一口荒废的水井 在一家农田中央 没有井盖 水井上面小来下面大 井口为水泥胶柱 当时尸体是一个头朝下脚朝上这样一个位置 然后就是这个身体是全缩在这个井里面的 尸体离井口足有三米高 水井离水深也达两米左右 井口非常小 要将尸体捞出属实困难 于是警方只能掏出手机报了井 不过他们报的是活井 很快 不怕苦不怕脏的消防战士就赶到了 经过抽水 下井 捆尸 捞尸 在消防战士的不懈努力下 终于将尸体打捞上岸 尸体被捞上来那一刻 人们发现这是一具高度腐败的女尸 她上半部分被一个某内蒙古品牌的瓜子编织袋所包裹 看到这个袋子 警方立马断定 这就是一起杀人抛尸案 因为自杀或者尸足都不可能自己在头上套一个袋子 另外 法医判断女尸主年龄40左右 上身穿紫色羽绒服 下身穿蓝色牛仔裤 脚穿高跟黑皮鞋 全身衣物均无破损痕迹 女尸主的衣服口袋里还发现了大量现金 除此之外 警方还在井底找到一个手机 一把钥匙 八块白色石块 经查 这八块石块与附近石碑加工厂的石块极为相似 这八块石块应该是犯罪嫌疑人用于抛尸之后 可能这个尸体飘上来被其他人发现的时候 可能用于把尸体给他压到井底 井壁上的新鲜刮痕应该就是石块抛入石蹭到的 法医给出的尸检报告显示 女尸主是被人威死的 大案粉都知道 确认尸源是第一步 巧了 八天前 村里有个陈某就到辖区派出所报个人口失踪案 他说他的妻子雷某一天前失踪了 尸体打捞起来以后 警方第一时间通知了陈某前来认识 虽然尸体已经腐败的没有人样 但陈某一眼就认出是他的妻子雷某 通过DNA鉴定 我们确定这个死者就是八天前失踪的雷某 施源确认以后 就得调查死者生前的恩怨情仇 将他生前那些接触过的所有可疑人员全部救出来做系统的分析 大案粉都知道 老婆被杀 第一个怀疑对象就是丈夫 经走访调查 村民们都反映 雷某与其丈夫陈某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切磋无意 看来这小子的嫌疑也不小啊 陈某当然要为自己辩护了 他说 10月2日他出门打工 10月6日上午 孩子打电话告诉他 妈妈失踪了 他这才赶回来寻找 陈某说的话可信吗 警方调取车站的监控后 排除了陈某的嫌疑 死者大女儿告诉警方 他母亲失踪前一晚 雷某在家里看着两个女儿写作业 大概晚上8点 雷某就离开了家 晚上8点左右 他母亲就外出 就到村里的一个麻将寺打麻将 麻将客告诉民警 当晚11点45分就散场了 雷某也独自走向了回家的方向 也就是这一走 雷某就失踪了 直到尸体被从井里打捞上来 警方判断 雷某极有可能就是在从麻将馆回家的路上 被人杀害并抛尸井底 由于雷某回家的路线和抛尸水井的方向截然相反 这说明 杀害雷某的人一定是与之相熟悉之人 将雷某骗着水井周围后 再下了毒手 就在这时 雷某的大女儿想起了一条重要线索 她说当晚8点 雷某离开家两小时后 就有个男人来敲他家的窗户 问他的妈妈去哪了 大女儿就在屋里应了一声 说打麻将去了 于是男人也就离开了 至于男人是谁 黑灯瞎火的大女儿也不清楚 然而 麻将馆的人都未曾见过有人来找过雷某 就在这时 雷某的丈夫陈某突然也想起一条线索 要说仇家 雷某生前只有一位 就是同村的雷某 二人曾经还在村头切磋过无意 围绕这个妇女进行调 没有极项 了 这个妇女为什么有极项 咱们分析一下 雷某师身上有大量现金 证明不是财杀 仇杀刚刚也排除了 那会不会是情杀呢 雷某的女儿反映他的母亲 就夜里面经常会跟一个男子长时间的通话 但是雷某的女儿基本可以确定通话的男子不是他的父亲 那就好办了 调查雷某的手机通话记录就OK了 一个电话打五个多小时 跟自己的老公肯定做不到 经调查 与雷某长时间通话的男子叫阿金 七四年生人 已婚 跟雷某恰好是同村 阿金看来嫌疑很大呀 这怕是畏罪潜逃吧 先抓到橘子了再说 2014年10月18日 警方在西双版那活捉了阿金 经过一番心理较量 阿金交代了犯罪事实 接下来 阿金的供述 着实让办案民警是大跌眼镜 原来 阿金竟然是雷某丈夫陈某的侄子 丈夫陈某长期在外打工 家里的农货就落在了妻子雷某的肩头 农忙时分 阿金就会主动帮助婶婶干些农货 这时间一长 二人就拔起了萝卜 10月5日晚上 也正是阿金来找的雷某 知道雷某在麻将馆 阿金并没有进去找 只是在他回家的必经之路守住歹徒 二人见面之后就吵个不停 阿金心里想的只是短线玩玩 根本就没想过长期持有 二人各有各的家庭不说 还是亲戚关系 这要是被村里人知道了 还不让人笑掉大把牙吗 阿金交代 在雷某的威胁下 他不得已勒死了雷某 沙子审视以后 阿金吓尿了 我这黑黄啊 黑黄的衣服可能要打着 那我也在看着 当时我一上了 还要看着 还有个人 还要看着 担心尸体浮出水面 阿金又在附近找来石坏抛入井里 这是一起因婚外恋情而引发的命案 因为这段不光彩的恋情 犯罪嫌疑阿金 残忍地 剥夺了雷某的生命 导致自己身陷灵异 雷某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同时也导致两个原本幸福的家庭破裂 再次以邪的交信证明 婚外恋情不可触碰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关机睡觉 明天继续 晚安 马卡巴卡 晚安 元宝们 MING PAO TIの Sorob 美学生 优优独播剧场 感谢观看